收纳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困扰 而居家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就是空间及动线的规划 要在装潢把握好机灵角落不浪费的原则 才能让空间保久其拉长 如何在既有的空间不断创造新的惊喜 今天就带你一次体验三种的空间梦大树 除了空间动线深深影响频效的运用 设计师更要善用格局配置 让空间感开阔又畅通 屋主他希望说有一个悬罐空间 进到空间来都发现说 这个深度这么浅的情况之下 要拉出一个悬罐 如果是做一个很方针的悬罐的话 餐厅这个区域会被牺牲 那整体的动线会变得很狭窄 所以在当时候在发想的时候 跟业主好像是不是可以接受一个斜面进屋的地方 那在呼应到走到这边一个斜面的展示空间 兼收纳做掉这两个比较小的空间 这个空间是大概28平 预计要容纳两大两小 住在空间里面一定是东西会越来越多 所以当时候在讨论的时候 就是以收纳量做足 所以当时候其实我们在把这个 加一房取消的时候再取这个电视墙深度 所以我们是先把更衣线的空间做出来 然后剩下多少的空间来给外面这边使用 去拉了餐桌尺寸走到尺寸 画出来画出来 然后看出来这样的效果 我们取出来的动线是最好最舒适的 我们在做这两边的餐厅跟这个造型的时候 我们就特别希望它可以收纳掉那么大的家具之外呢 它又是一个对称的造型 那如果只是单纯展示柜的时候 是不是又浪费了 我们也结合了侧面的吸尘器的柜子 效果是我们是觉得还蛮不错的 紧接着第二案例 带你一起来看如何巧妙利用闲置空间 化解视觉的压迫与拥挤感 家具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放松的地方 就是我们回家之后就是要休息 就是放松把工作的事情都淘在脑后 我自己最喜欢的话是客厅 因为它就是现代风就是我喜欢的风格 从玄关转进来到公领域的部分呢 我们在左手边做了一整排的收纳柜 兼备用的鞋柜 那也因为是这样子呢 它的这个备用的收纳柜 我们里面除了放所谓的备用的鞋柜之外 我们还有就是所谓的乌衣柜 那也因为这个柜子是靠近我们的餐桌区 所以它的备品的收纳 我们就可以统一地收在这个地方 让屋主在做所谓收纳会让它更便利性这样子 那尤其是在厨房的部分呢 它的收纳的部分其实会略有所不足 所以我们当初在跟屋主做这样讨论的时候 他们说会希望做一个所谓的备餐台 也就是所谓的中导 那这个中导其实我们做的高度会比较偏高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在餐厨区中间 做所谓的一个半区隔 又可以做所谓的收纳的功能在 那这样至少在视觉上来讲 又可以保持当初的宽敞度跟动线的流畅感之外呢 又不会让它有压迫性跟局促感 当初建商的考量床头的部分 其实就是在现在的衣柜的地方 那也因为是这样呢 它刚好面临到厕所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风水跟所谓的感官的问题了 那我们就会跟它说 其实会建议你的床头是不是要颠倒 除了就是散过所谓的风水上的考量之外 你的衣柜的收纳性跟整个整体性来讲 也会比较有大大的加分 跟整个收纳性的增加 可是也因为是这样就卡到所谓的入口房间门的部分 会导致于让它的床是偏一边的 所以我们在床头部分的做的造型 我们就是结合了格栅的方式跟门的颜色 那再加上原本建商的这个格局 也不太适合再刻意隔一个玄关的空间出来 所以呢我就利用电视墙的矮柜 让矮柜做一个延伸 看起来呢像是收纳柜 那平常小朋友在这边就可以当作是穿鞋衣使用 因为我第一次遇到客户他们还自己做了简报给我 在简报里面呢附上了很多他们的一些家电设备 他们有很多小家电设备的需求 那可能在电视柜还有餐柜整个做一个一体的延伸 让视觉上看起来比较不会有太多的柜体产生 我们把所有的小朋友的东西大人的东西一一条列 包括它的尺寸大小我们都提供给设计师 那设计师也完全依照我们的方式 然后所有的物品大概都有事先做规划 然后把它放进我们的储藏室里面 我觉得非常佩服设计师的功力 因为他喜欢做烘焙 那所以可能需要有一个大的中导 让他可以去做一些点心做一些面包 因为原本建商配置的厨房的空间 它只有一字型 再加上如果说把冰箱配置进来 可能整个有个备餐台甚至是中导的空间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就把原本吃过的这道墙给打掉 所以现在新厨房的位置 它就可以把它变成整个是L型的开放式的厨房 再加上也还有一个大中导 同时也让走到整个纳入厨房的空间 就不会有产生一个很浪费空间的感觉 因为厨房整个变成开放式了 所以在冰箱的后面呢 会有一个寄零的空间 我把它变成储藏室 那在储藏室的部分 我做了两片美式的拉门 我帮他贴了一个灰镜 放大整个空间感 让整个空间看起来可以更明亮 我觉得格局上的配置就是调整之后 实用性真的是大大的加分 像现在因为有小孩 那有时间我也是尽量想说 可以自己做东西给小朋友吃 然后另外我自己也有兴趣就是烘焙的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厨房就是实用性真的很棒 另外让家觉得很厉害就是台面 因为我们原本的厨房台面非常小 但是因为设计师做过格局调整之后 我们拥有一个非常大的台面 甚至有时候会在台面上吃饭 变成我们的另外一个小餐桌 那除此之外还有视线的部分 因为我们在台面上洗碗 我们也可以一眼穿透看到客厅 也可以很清楚地知道 小朋友目前心安的状态 人的一生中可能就仅仅一次 有机会获得理想中的房子 每个人心中也都有装潢的美梦 有效地规划收纳空间 才能让房子越住越舒适 即使不换房子 家人们也可以享受到完美的居住品质 对不起 你 对不起 你 你 感谢观看